好 谣言真的会把人害惨了三人成虎 在台东这位陈姓的皮肤科医师 他最近盛传过世了 就连病患就诊的时候 亲眼看到他本人还不相信这是他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大搞乌龙 怎么回事 带您来瞧瞧 星期天一大早 诊所大门开了一半 医生在玻璃上贴了一张公告 写着传言都是误传 过世的人是和我同名同音的人 感谢大家的关心 为什么要贴这样的公告 是因为附近的邻居有这样的传言 怎么心肌梗塞凉一样 是真的吗 邻居议论纷纷 这名开设皮肤科诊所的诚信医生 前阵子出国旅游三天 刚好有一名跟他同名的老人家过世了 应该只是同名同音之物了 只是个巧合而已 传言传得夸张 有病患上门求诊 都看到他本人了 还坚持他不是诊所的负责人 这些阿桑啊 他们也是性情中人啊 进来的时候就 欲言又止啊 那我怎么看你 跟你以前还不太一样 这样子 主动张贴公告 澄清自己活得好好的 希望可以停止谣言 别再传下去了 中间新闻 徐玉露台东报道 事态方便出国 对 感谢观看